很吵 小鈴來了 除了你,我剛見過客人 我順道買了西餅過來給你們吃 來,試試 適合 整天早上只顧收拾東西,還沒吃 現在酒吧很多工作做嗎? 不,最近生意好了 酒水、食物就多點了 不如這樣,我多過來幫忙 你接龍的項目每次都幾千萬上落 這麼大壓力 現在有時間,當然要休息一下 來,坐下 我這裡的小生意能做得好 如果你真的覺得辛苦的話 你一定要跟我說 知道了 畢哥,我們先走了 再見… 老闆,搞定了沒有? 搞定了,你知不知道今天生意特別好 總共有五萬七元 這麼多?那是因為你下力 當然 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可能剛才吃了一些髒東西 我去廁所… 快點去吧,我幫你倒閉了手 再試一次,沒問題 只有五萬五而已 哪有五萬七元? 當然是數錯錢了 但是跟你說,你不就很不開心 讓我私人填二千元下去 那這筆錢就對了 你看看這幾個月的生意怎麼樣 怎麼這個星期的數字這麼混亂 還這麼久沒有寫過一張? 問他,他又說能做得好嗎? 真是不好意思跟我說 你怎麼樣? 好嗎? 去完洗手間好一點吧? 嗯 老闆,我在想你有沒有興趣把好爸爸的 會計電腦化? 如果這樣的話,你會少做很多功夫 而且每年賣錢都會節省很多時間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叫俊華來幫你忙 叫俊華來幫忙,不就是秘魯? 沒問題嗎? 如果他在外面做秘魯,我當然不放過他 但是如果他來好爸爸做的話 他真的幫我忙 那又有不同的說法 也不是這麼好的 始終都會被人說你公器私用的 好嗎? 那不如我幫你忙 不如我們二人世界先吧 你這麼難得來了 來,你坐定定,我煮碗蛋麵給你吃 不是呀,輝輝 一定怕電腦化之後不懂用了 不怕,我暗瓦底幫你處理它就行了 我又真的不明白 為何那些債務好像越計越亂 我畢竟是接龍司法 我還拿過澳數冠軍 怎麼從一間酒吧的債務也搞不定 當然了,她本身的債務已經很亂 那些單位不齊 之前做的那個做一半又不做一半 我不准你這樣說我阿輝 進來 大小姐 雷公想跟你談談主比集團合作的事 Icy,我現在正在忙著商場翻新的計劃 不如這樣吧,你幫我問一下雷公 我可不可以弄好事才上去跟她談 好,那我幫你跟她說吧 我先回去做事 謝謝你 繼續 對了,商場的翻新計劃也很趕 要不需要先處理 這個計劃還有幾天才有期限 好,把數字打開了,先打開 我先打開 你的小食到,就你們兩位,試試看 那些單位是東一搭,西一搭的 那… 你慢慢炒吧,洪輝在外面 如果他走進來的話,你就告訴我 行了,我知道你怕想去自尊 連阿嬤是甚麼都幫他做了 他遲早有甚麼都不知道 那我買了一盤帳,電腦快了之後 我就再教他一次 我想他應該容易接受 我出來了 好 好,下次再吃點吧 對不起,老闆娘 我想今天要很晚才跟你吃到宵夜 不要緊,其實我也有些事想拿回家做 不如我們再吃吧 好,那下次順便慶祝 我在六折拿到這個九百年阿嬤 六折這麼划算? 你從哪裡找得這麼便宜? 大狗貿易 大狗貿易?我聽也沒聽過 我是好朋友,不用擔心 輝哥,VIP訪問有一個客人要找你 那你回去自己小心點 你是不是覺得有些事不妥? 九百年阿嬤這麼矜貴 為什麼要賤賣? 怎麼樣?找到什麼資料? 大小姐,這間大狗貿易 專門做紅酒生意 是有很多紅酒的代理商品 不過他們以前代理過包裝食物 有些貨還是黑心食品 有幾個零售商就說這間大狗貿易 收完錢之後就不出貨 還走賣錢 看來這間商業的商業不太好 輝輝還說這間商業是他朋友開的 難道不熟悉不熟悉? 藥水,馬上跟我約大狗貿易的人見面 我要看看這間公司什麼頭髮路 阿蓮,阿輝這次糟糕了 阿輝什麼糟糕? 我查過大狗貿易的老闆 是過去的光紅猛人,不惹小 我早就知道了 你還知道那間公司除了黑心食品 還背了很多單官司嗎? 什麼官司? 那間公司跟人家談合作 誰知道人家簽完合約 就發覺合約有問題 原來大狗向合約做了手腳 吃完人家公司 你的意思是說 他想吃了輝輝的酒吧? 搞定了 以後好伯伯就是我的了 你說什麼? 聰明一點 你以為我真的這麼便宜賣這酒給你嗎? 騙你而已,傻子 你騙我… 扔他出去 別騙我了 別騙我了 上去… 別騙我了 爸爸,你回家了 我不回了,我要喝酒 輝輝,不要再喝了,我們回家吧 我之前虧了你的錢 我現在連老爸爸也虧了 我是廢債… 梅家,你別這麼說 你還有沒有錢在這裡? 我想買白粉 你現在不僅是瘀酒,還變成導遊? 是我不好,我一切你不起 你別管我 輝輝… 為什麼? 輝輝,為什麼你會變成這樣? 我不可以讓輝輝變成導遊輝 你別這樣了 你現在打給他,叫他不要被人騙 輝輝,你還沒跟大狗簽約嗎? 還沒,我剛剛到了他的酒吧 我只是說了,待會兒就跟他簽約 你先保持住 你不可以跟大狗簽約 小蓮,我這裡收得不太好 我簽約再找你 輝輝… 糟了,他已經去跟大狗簽約了 他的電話又收不到 我們現在馬上去阻止他,走吧 又是你,還敢來? 不是,我有點重要事 我一定要找大狗簽約,你過來好了 你知道 輝輝,你沒錢嗎? 你知道他什麼都沒了嗎? 又是你的天婆嗎? 什麼? 小蓮,你怎麼會來了?認識嗎? 是呀,大狗簽約,這個我女人 原來嫂子,沒事… 誤會… 什麼嫂子?我和你很熟悉嗎? 你別想自己在江湖大佬,你就大了 我尖龍旗下,也有幾千人 我也不惹小 你別想騙阿輝簽約 想吃掉那間酒吧 小蓮,你弄錯了 大狗哥以前是出來逛 但他現在已經敢盆洗手 他不會騙我的 大伯,你別相信他 我昨晚才聽到他打電話 什麼有棵人,有粉蕩 這個人不是好人 嫂子,你誤會了 我現在在辦飲食業 有幾檔粉蕩 旁邊的浩南想踩過來搶我生意 我就叫小人去砍他 砍他? 是砍價,逗便宜的那一隻 粉蕩…砍價? 是呀…我沒做壞事很久了 我要騙也不會騙阿輝 阿輝是我好同學 是同學來的 好… 其實是這樣的 我最近報了一個夜校的會計課程 大狗哥真的是我同學 我二十六個字簿都還沒熄齊 一看書就頭暈 幸好阿輝值得想 願意替我溫輸,願意替我補習 我們就正在賺功課了 大狗哥 你別在那裡扮好人 我知道你大狗貿易 專門代你黑心食品 你騙過人家公司的股份 你的底子都花了 那些是我舊拍檔搞出來的壞事 我現在就把他踢走了 是呀,小年 大狗哥跟我一樣 現在只想做好一盤生意 所以你才在夜校讀會計 他真心想改過 是呀,嫂子 你昨晚過來好像暈吉似的 我個人是粗聲粗氣習慣了 嫂子,真不好意思,嫂子 難怪我會誤會的,是吧? 是呀,現在沒事就行了 大狗哥,不好意思,誤會一場 沒事…我們再找功課 好…來 找什麼功課? 你去讀會計光明正大 你怎麼不老老實告訴我 因為… 怎麼樣?你們的功課都做完了嗎? 大小姐 為什麼你會去這裡? 因為俊華其實是我們夜校的 會計老師 他第一次見到我都嚇一跳 怕我霸會避露 所以他就幫我們補習功課 但是我們就要幫他守秘密 是呀 原來你怕我知道你避露 所以就叫輝輝來騙我 我又指死你 別打了… 別打了,卓華 其實是我想給你一個驚喜 所以才不告訴你 擔心死我了 沒事… 還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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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